9月份是加拿大前列腺癌關注月 那麼根據統計 加拿大每8名男性當中 就有1個人會罹患前列腺癌 估計今年會有5000個人 因為前列腺癌而死亡 專家說早發現早治療 那麼前列腺癌的存活率非常的高 什麼是前列腺癌 怎麼樣診斷 那麼NDP省議員呼籲省府 提供免費的篩查 這有幫助嗎 我們今天就邀請 紐芬蘭紀念大學醫學院 也是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流行病學教授王沛忠 為大家做個介紹 Hello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好 首先我們來科普一下 就是說什麼是前列腺癌 有什麼症狀 前列腺癌 大家知道前列腺 前列腺本身是一個 男性的一個重要的器官 它主要協助於產生精子 作為一個精子的輔助器官 產生精子輔助器官 是另外還分泌很多激素 這些激素是人代謝當中 不可少的是前列腺 但是我們知道 什麼器官都可以產生癌症 前列腺到一定程度上 個別人就會產生突變 得腫瘤 所以就是基本前列腺癌的情況 是 那有什麼症狀呢 前列腺癌的症狀本身 實際上來最初一般來講 它是泌尿系統 我們感到的來講 就是人一般觀察到的 就是排尿困難等等 但是有很多很多人 什麼症狀都沒有 什麼症狀甚至到這個人老了以後 他死於其他疾病 前列腺根本都注意不到 在醫學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研究 就是我通過解剖屍體 發現這個人的心臟病死了 其他種都死了 大家發現一檢測還有前列腺癌 那麼基本上也就是說是前列腺癌 就是你只有靠事前的診斷了嘛 對不對 那怎麼樣診斷 對 所以來講 我們都知道預防是最重要的 但是這個前列腺癌 如果是早期篩查 有好處也有壞處 其實加拿大 大家如果有記憶的話 應該知道在2013年以前 加拿大有一個前列腺癌的普查項目 就是你到了50歲以後 都查一下有沒有這個PSA 就是前列腺特異性抗原 如果這個指標商 有可能你有前列腺癌 但是後來加拿大跟美國 都把這個曬查取消了 因為它的特異性很差 就是你前列腺肥大 也可以導致這個增高 你的前列腺癌也可以導致增高 如果你查出陽性來 會帶來很大的麻煩 就是它一般都得做活檢 做活檢 帶來很多問題 判斷不好還要做手術 手術人對一些人有幫助 對一些人可能根本一點幫助也沒有 所以你如果就是說你不查的話 很多人沒有事 儘管他有前列腺癌 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另外基於流行病大人群的估算 如果前列腺筛查 筛查項目解入的話 不會降低整個的前列腺癌的死亡率 就可以說是 所以因為它是副作用 包括這個前列腺的激素的影響 另外排尿的性功能的影響等等 還有感染的影響等等都是很大的 就是返回到這個安省提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呢我是倒是支持的 就是免費筛查對不對 它不是一般的免費筛查 到醫生去覺得 醫生覺得有必要要你查一下 現在呢很多省呢 這個是通過省的醫療保健體系 醫康就是提供的免費的 但安省魁省包括BC省都不是免費的 除非醫生註明屬於診斷目的 所以來講呢我就是好事呢 如果有需要呢做一個筛查挺好的 但是呢我也有用擔心 沒有必要的過度筛查 過度治療帶來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個提這個方案 你同時一定注意宣傳教育 並不是盲目的筛查 燒柴了以後對很多人不會 不僅不帶來好處 可以帶來壞處 所以呢如果有必要的話呢 筛查一下應該cover一下 我們現在高方險率大年齡年長的人 是算一個高方險的人 另外有一個家族史 家中史這項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家庭成員得了前列腺癌了 而且從前列腺癌去世的 你的風險很高 而且不僅風險高 有可能屬於那種進展快的那種類型 這樣筛查非常有意義 所以基本上大致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好的主意 但是一定配合宣傳交易 不要盲目地做筛查 筛查可能帶來不一定很好的效果 是 那麼跟族群有沒有關係 跟族群有關係的 這個前列腺癌的高發人群呢 是黑人高發 所以如果這黑人當中 我們可能對有些人筛查 也許有必要 華人當中呢是低發人群 我在本二零零幾年 在天津腫瘤醫院工作了五年 我其實在就是做腫瘤的觀察 這個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所裡 當時我就注意到 前列腺癌發病超低 中國人基本上手卡片 都是肺癌的 這些腸癌的沒有前列腺癌 但這些年中國上升的很快 上升很快呢有兩個原因 可能是隨著飲食習慣的這個變化 生活習慣變化 導致真正的上升 另外一個呢 也有可能就是篩查多了 容易做檢查了等等 另外呢好多人提呢 就像這個PSA篩查跟指檢有沒有區別 指檢跟這個拆吧 有會有好多人寧願做一些指檢 可能摸出來的大一塊來講 但是這兩個都不是很可靠的 最可靠的辦法 如果有加速食又出現現象症狀 有填條件的話做MRI MRI呢可以觀察一個更細一些 更準確一些 這個前列腺癌可不可以預防 還有哪些教育工作 現在來講呢 我們去不問很難找出這個 前列腺癌症兩次做的研究很多 跟其他種種類一樣 我們知道跟生活習慣相對有關 但是沒有發現很明顯很明顯 哪一個就是非常關聯很強很強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們覺得呢就是 可能我們還有很多研究需要做 但是很清楚的就是 加速食另外前列腺感染 前列腺肥大等等 這是非常高的這個風險 但是儘管我們不知道 哪些特異性的生活習慣 也是對它有幫助 但是如果總體來講 健康的生活習慣 不僅是有可能影響起來 對其他疾病也一樣 所以良好的生活習慣 肯定會是有幫助的 是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 謝謝教授 謝謝你的資訊 好的 好 再見 再見 好的 謝謝 那我們呼籲男性朋友 定期做健康檢查 然後維持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都可以確保自己的健康